利益盘根错节 你跟县里的陈达财书记 说我 不太熟 内幕纷繁复杂 这拆钱款的事 你不说是没人知道的 匿名举报人献身 我大概已经猜到什么 案情转折 我家被人前行送下了 真相逼近 这个是陈达财和原非之间的范围招 恩情与法理的冲突 你要从自己恩师身上下手吗 腐化于正义的对异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党员干 都是情整理解 今天收看腐化栏目剧 反腐唱联系列剧 坚守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 坚守这个故事的下集 昨天我们说到了天谷县 有一栋大楼突然间发生了倒塌 那这个事件一时激起千层浪 所以引起了势力的高度的注重 于是市纪委的书记耿爱国 接到了举报之后 赶赴天谷县 对大楼倒塌事件展开了调查 那么他就和自己昔日的恩师 现任天谷县县委书记陈达才 在这重新 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 耿爱国就察觉到 这栋大楼的倒塌 不仅仅是因为开发商 利用了劣质的建筑材料 它的背后隐藏着 更加错东复杂的利益究竟 局面变得越来越复杂 就在这个时候 耿爱国收到了一封 匿名的举报信 举报信 矛头直指县委书记陈达才 那接下来 耿爱国会如何查证 举报信当中的信息 举报信的内容 如果是真实的 那么耿爱国又将如何面对 他昔日的恩师陈达才呢 能找到协局报信的吗 我们也在找 但是现在难度比较大 还有 这个 骑着说呀 别吞吞吞它 耿书记 现在在天谷县 有一个传言 就是说 袁非背后的靠山 就是陈达才 他们还说 陈达才是肯定倒不了 就是因为 您是陈达才 一手培养的 这叫什么话 我港爱国是组织培养的 不是某人培养 不用管这些网络发作的传言 只要你时间 找到学习报信 好 对了 耿书记 我们刚到天谷县的时候 袁非已经主动向事故调查组 进行了坦白 他承认在建材工程商的问题上 有失职的行为 但是这个建材工程商人 已经潜逃了 我们还在和公安部门 一直在找这个人 下面的工作重点 就是去核实这封举报信的内部 小刘 你先忙去吧 好的 书记 这是我们这个工程的相关资料 你们看一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还有其他的一些帐篇 我们可以看 都在这里了 是吧 是 我看咱们这几天 走访的情况不太顺利 回头约一下 陈他赛队的秘书好方 我想跟他了解一下情况 好 注意报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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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你所知 袁非这个人 有没有跟县里的某些领导 有什么密切的来往 应该没有 至少和陈书记之间 关系不密切 你们 发现袁非和县里边的领导 之间有什么事 那倒不是 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 谈不上调查 那 我还有什么事 没有了 黄秘书 谢谢你的配合 应该的 应该的 再想到什么情况 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 但是今天的谈话内容 不能告诉任何人 明白 明白 再见 再见 小哈 这次的事可多亏你了 陈书记 你别这么说 我锅里还熬着汤 我过去看看 你们先喝着 没有复的 这柴前款的事 你不说 是没人知道的 来 另外 我还给你弄了八十万 葱姬马泡 咋办 就是自己人了 来 喝汤 喝喝 好 好喝 这好喝 陈书记 今天耿爱国找我谈过话了 谈到您和袁非 还有您爱人和儿子 好的 我知道了 好 好 看来检测报告中说的是对的 他们确实使用的是劣质钢材 而且在事故发生的当天 这个建材供应商人就逃离了天谷县 找到这个刚才供应商很重要 我总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高知姐 这是陈达财的银行贷款记录 陈达财儿子出国的钱 确实用的是贷款 他的债务去年才刚刚还清 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而且那天陈老师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总觉得话里有话 对了 咱们的人啊 在这举报信今天核实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问题 通过调查政府这几年拆迁款账目 发现了有些可疑之处 其中有一处啊 是有一千万的拆迁款 被分为了七次挪用 而举报信中提到的 原非公司验资的钱 也正好是一千万 这和陈达财挪用了一千万资金 这两个时间点是非常吻合的 如果这一千万 真的是能用的原非用于验资 这么大品数目 能够能用的人 只有鲜美收集陈达财 陈老师 大国 你怎么来了 我正好路过 就想上来看看您在不在家 不会是为什么公事来的吧 不是 我就是作为学生 让您这穿个难 进来吧 坐 给我做上一碗热乎乎的阳春面 你还挺能吃 一下就吃我两碗 是 陈老师 其实这么多年 我心里一直挺感激您的 爱过我呀 最近挺辛苦吧 天古大楼这个案子 这些人 够让你们费心的了 其实 作为县委书记 我也有责任 我已经跟安监部门的都说了 今后 一定要严把质量官 严肃查处 绝不顾西 绝对不能让这个 劣质的钢材 进入到建材当中 这次这个教训呢 够深刻的了 陈老师 您跟袁非熟吗 袁非 大国 你这是 在询问我的 还是 另有什么意思 不是 我只是听到一些传闻而已 传闻 那都是谣言 我记得当年 您跟我说过一句话 轻者自清 对 轻者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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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看看 你看看 八十万现金 藏在了西郊工厂 看来这个举报人 要露面 会不会 是陈达才 故意给我们放出的烟雾弹啊 我看不行 我分析 是这个举报人 在试探我对陈达才的态度 看来啊 这个人很有可能 跟陈达才的关系很近 又想 我们去调查一下 这条短信息的真实性 这条短信息的真实性 八十万 看来我的分析是对的 这个人确实是在试探我们 这个西郊村的废弃厂房 是袁非09年购入的 生产电化原料的工厂 后来经营不善倒闭了 工厂的法人代表 是袁非的妻子 但是现在袁非的妻子 已经移民澳大利亚了 我们再深入地分析一下 一种呢 是有人故意猛黑原非和陈达才的关系 另一种 就是这个举报人 试图在试探我耿爱国 是否在真心办案 最重要的是 举报人试图告诉我们 他掌握着陈达才 犯罪的核心证据 可是现在这个人不露面 不跟我们碰头了 没关系 明天我们开一个连政建设会议 给他释放一个信号 刚刚我所讲的呢 就是十八大后 连政建设的重点方向 大家如果有问题 可以问我 那好 如果没有问题呢 在散会之前 我想补充几句 今天在座的各位 都是党风连政建设的 关键少数干部 我想在这也表个态 天谷大楼倒塌事件 已经牵扯到一些重要干部 我也在这提个醒 如果谁有问题 主动找组织谈 我们敞开这大门 随时欢迎 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爱国 你就这样对待你的老师啊 陈老师 现在外面都在传咱们闲话 我觉得 还是跟您保持距离 这样才不是公正 我就一句话 我可以说是 问心无愧 陈师弟 我相信事情会调查清楚的 爱国 我到这里有很多年了 也可以说 咱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真没有想到啊 你居然能学会了 专门给老领导对着干 我记得 当年 我觉得你这个年轻人 敢说 敢做 敢坚持 才推荐你到纪委去工作 现在看来 纪委这个工作 太适合你了 你太没有让我失望了 但是别忘了 做人 不要忘本 请 咱们正常会议 别多想 好 快出去 陈出界 陈出界 没事 陈出界 陈出界 你停住啊 陈出界 陈书记 你没事了 今天这事啊 肯定会传到更爱国的耳朵里 我看他怎么办 送我回家吧 好 来 你好 什么 陈达才病倒了 住院了没有 在家里 好 我知道了 你一宿没睡啊 睡着着 快休息吧 葛鲁剑 你快休息吧 又想你 有时候啊 我相信陈达才这种人 真是对他们可惜 你说 辛辛苦苦一辈子 临到退休了 却为了自己的妻子 儿子 超越底线 做出了违反党籍国法的事情 刚书记 我看咱们现在已经可以 向市委汇报此事了 又讲 我要跟陈达才再谈一次 如果他能主动自首 对他 对县委领导班子的影响 都会好一点 毕竟他是老同志 再陈达他一次 自己拯救自己的机会吧 陈老师 哎呦 稀客呀 来来来 里面坐 你身体不要了 还行 来来来 坐坐坐 好 二哥呀 我还以为 你不认我这个老师了呢 坐坐 哎呀 老了 身体的各个部件啊 都不灵了 哎 二哥 今天来 有什么事呢 恐怕 不只是 来看看我的身体情况吧 陈老师 我这次来呢 一 是来看你 二 是希望 你能够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 什么 我有什么问题呀 你的经济问题 还有和原非之间的问题 你果然是在调查我呀 想踩着我往上走吗 耿爱国呀 耿爱国 你厉害了 要从自己恩师身上下手吗 当初我真是瞎了眼 陈老师 您是我的恩师 也曾经是我的老领导 是您教会了我许多知识 和做人的道理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 踩着您往上走 我只是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比起立功 我更希望无功可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 都是情整人间的 行了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别在这儿装清高了 告诉你 我没有问题 行了 走吧 陈老师 请您再好好想一想 喂 袁总 你让我查到刚爱国的父母 就在天谷县 这两天 他的爱人也过来 好 我知道了 今天上午九点 东郊废气场关键 走 咱们去废废 他说的约会地点 应该就是这个范围吧 我想今天他是不会来的 这都过去几个小时 这不干着急吗 别着急 如果咱们慌了 那这个人就更不会相信 就先回去 你好 快递 好 来 请您签收一下 这都是什么人送的吗 听爸说 好像是上午 一个班长快递员的人送的 喂 刘强 马上到我家 我家被人全新送钱了 愚蠢哪 确实是愚蠢 你说这耿爱国 好像给钱有仇似的 我说的是原非愚蠢 马上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 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 用我自己的办法 你们这是干什么 爸 爸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腰扭着了 爸 对不起啊 没什么 这点小伤算了什么呀 你别忘了 我可是个军人 老耿啊 你要好好休息 那大夫都说了 你要静摇 哎 爱国 你快看看 季红走啊 快去吧 快去吧 怎么了 这么巧 我没照顾好吗 看你说的 都是因为我的原因 怎么能怪你呢 说不好 对不起 好了 别哭了 几乎我 其实说对不起的 应该是我 你看 咱们俩在一起 这么多年了 我也没有什么时间陪着你 这家里爸爸的身体 都是你一直照顾着 你啊 没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 对不起 我没事 你别这么说 我就是看到咱爸 躺在冰床上那样子 我心里特别难受 她来宝贝 乃古 想我这爸爸就回家吧 我来照顾他 帮忙家 我来进工作 来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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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吧 慢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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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着吧 你们都歇着 歇着歇着歇着 歇着歇着 不会又跟上一次一样吗 来 等等 你约我们来 究竟是什么目的 好放 其实我大概已经猜到 那个写举报信的人可能是的 是吗 之前我写检举信 是希望县里把天谷大楼倒塌事件重视起来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起事故 查的背后隐藏着各种 和与陈大财贪赃枉法的利益关系 这个是我跟在他身边这些年记录下来的陈大财和原非之间的犯罪证据 费城门没有早点告诉我了 因为之前我不信任你们 不信任我们 耿书记和陈大财之间的关系 让我不敢草率地拿出来 但是现在我能看得出来 耿书记和陈大财不是一路人 浩峰 你知道你一旦实名举报陈大财 你以后有可能会受到危险 你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 别人也会对你产生质疑 这你都想过 这些我不在乎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这也是最近受耿书记的影响 谢谢你 是我要谢谢你们 是你们让我纠正了人生 和140万工程款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建材工商被抓捕 怎么 心虚了 能给我杯水喝吗 高叔姐 原非已经主动交代了 纯货 废物 真是一帮废物 一定是原非 还有其他的什么人泄了命 不行 我再离开这儿 去 赶紧给我叫车 送我上机场 你快去呀 陈书记 关于你的举报信 是我写的 什么 你再说一遍 陈书记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有一年 我们去下面村里视察 你问问他们 我怎么也忘不了 那会儿村民们 看我们的那种 感激的眼神 但是后来 村里的土地被征用了 拆迁款 您截留了一百多万 因此 从那时起 我就决定了 要整理所有您的材料 和贪腐的证据 您是忘恩负义的东西 您别忘了 你也省了钱 我把自己也举报了 我想重新做人 如果连一个好人都做不了 和他做一个好干部 你真是 陈大财 你的妻子和儿子 都已经回国接受调查了 还退还了一部分 你社会的赃款 而且 还有你带来了换洗衣服 我对你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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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事情 都写在那上边了 艾伯呀 错了 这些年来 我忘记了党姓 没有守住地下和园子 用手中的权利 谋取了利益 幸好 这些年呢 我还做对了一件事 那就是 推荐你到纪委去工作 你没有忘恩负义 你 你是在挽救我 这下可好了 我可轻松了 终于可以 轻轻松松地睡个觉了 这些年 我是天天忐忑 失眠 睡不好觉 这下好了 爱国 回来了 爸 我回来了 这孩子 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过去看看 爸 儿子 陪爸出去走走 太阳 我受伤这一天 我就感觉到 我昨天做的事 记得都不大清楚 可二十年前 四十年前所做的事 却历历在目 就好像 昨天的事一样 爸 即使人老了 都会这样 所以啊 人呢 不能做坏事 年轻的时候 还不觉得 老了 你做的那些坏事 自然而然的 就找回来 我告诉你啊 我能睡爱稳觉 就是因为我呀 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国家 爸 其实有时候 我就在想 当我面对 这些人的陨落 其实心里 是很逼他们挽急的 他们都是曾经 那么的有能力 有觉悟 却因为种种的原因 走上了歪路 有的是因为攀比较劲 有的是因为势度不顺 还有的是因为权力力膨胀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没有坚持到底 白货 人间正道是沧桑 你要坚守 坚守 你知道他的想法 aquell是否 就不认识 走上证 你的老人 你会发生 有没有 no 就是 不认识 有没有 就是 你 是 在利益和亲情的裹切之下 陈达才最终还是没能守住自己的底线 他从思想滑落开始 从违纪走向了违法 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陈达才作为党员领导干部 利用职务之变 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包庇家属 插手重大工程建设 投标 招标 这些行为严重背离了中国共产党 连结自律准则 而且他的有些行为还触犯了挪用公款罪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 使用权罪和贪污罪 受贿罪 袁非和建材商为了牟利 使用劣质的建筑材料 偷供减料造成了楼房的倒塌事故 那么他们犯下的是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 而袁非假借快递的形式强行向耿爱国家属送钱 并且在耿爱国拒绝之后对家属进行骚扰 造成了耿爱国的父亲住院等等这些行为涉嫌触犯了行贿 未遗罪和故意伤害罪 陈达财的秘书郝放 听从陈达财的指使参与到了系列的违纪违法的行为当中 那由于他后来主动上交钱款而且主动的检举陈达财 违纪违规的行为提供了大量有效真实的证据 那么有立功的表现最终在量刑的时候可以从情处分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陈达财和袁非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谓马行千里不失提只因步步谨慎 人生一世少错误就在井中常理 所谓千里之地溃于乙学 因为对儿子的骄纵逆 陈达财开始放松了律己之心 寻思忘满最终成为了一个利欲熏心的贪腐之徒 成为了一个虚伪狡诈不法之徒 坚持全面从严制的 就必须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坚守高线不碰底线 才能够筑起一道永不坍塌的坚韧防线 方得永保心灵的一片净土 我爸是县委书记 你要为我办什么小钱 我都给你 他收了我五十万 货从口出 如果连一个好人都做不了 何谈做一个好干部 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 都是清正人家 错误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我是王娇蕾 你 我 我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